王小飞道 我有着一种B毒株 自然就能够通过了 听到这里 王小飞向着叶未熙看了又看 心中猜测着对方的修为情况 想必你正在破阵 王小飞刚刚问了一句时 这叶未熙没有征兆就出招了 只见他猛然间向着王小飞就扑了过去 然后就是他的嘴里面 两排长牙画成了尖刺 向着王小飞就刺了过去 瞬间就幻化出那么多的尖刺 更是有着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 可是这时的王小飞早有防备 就在对方的大嘴张开时 一枚爆裂符也是同样没有征兆的 就打进了这叶未熙的嘴里 啊 哄 叶未熙以为自己在偷袭对方 没想到对方也在偷袭着自己 那枚爆裂符直接就打进了嘴里 更是瞬间爆炸开来 巨大的声响之后 就见从叶未熙的嘴里被震碎了不少的巨牙 飞溅出来 再看叶未熙的大嘴时 这时已是再次变化 不过那嘴巴是有一大半被炸没了 小子 这时的叶未熙怒极了 说话都说不清楚 怒目狠狠地仇视着王小飞 王小飞显得很是淡然 一个防御符寄出护身 手中更是扣着一枚剑斧 右手是那把得到的飞剑 这时就见叶未熙整个的气势 在不停地攀升 然后就见她的身形变得越来越大了起来 王小飞知道这里面无法作战 就向着船舱之外飞退而去 很快 两人已是来到了甲板之上 到了这时 叶未熙的身影已是变得巨大无比 王小飞这时也是有些震惊 看得出来 这叶未熙并不是一般的海族 应该是一个成腰多年的怪物 去死 身子朝着王小飞再次撞了过去 王小飞也不知道 在这幽灵船上是否能够展开攻击 现在也没时间多想了 手中的剑斧朝着对方就寄了出去 这还是王小飞用剑斧来攻击 随着剑斧的寄出时 就见一把巨剑朝着叶未熙刺了过去 整个的天空中完全就是一条大鱼和一把长剑的搏杀 随着长剑的刺入 叶未熙更加暴怒 在那空中与长剑就站在了一起 至少有着练气十层之上的修为 现在王小飞算是看出了这叶未修为情况 是真的非常的强大了 两方越打越是激烈 那剑斧在与叶未熙战了一阵之后 已是消耗完了能量正在化去 看到这情况 王小飞心中明白靠剑斧是不行了 就算是自己冲上去 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小子 如果只有这点能耐 今天我叶未熙必将你挫骨扬灰 是吗 王小飞这时的手里面 已是把那雷浮法宝拿在了手中 真气注入之后 就在那浮剑失去了能量消散时 一股金天的气息生成出来 然后整个的甲板上空 已是被这股气息笼罩 平地生金雷 哄 一道道的雷击生成出来 然后把叶未熙整个的罩在了里面 轰击了起来 叶未熙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刚刚消耗完了浮剑的力量 在他看来 王小飞已经没有手段了 可是就在这时 王小飞确实拿出了福宝 在措手不及之下 雷击已是展开 叶未熙整个人都陷入到了 雷池之中 妖族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雷击 而王小飞这福宝本身就很大的威力 加上又是雷属性的福宝 陷入在那雷池里面的叶未熙 仅仅仅是挡住了两道雷击之后 已是被雷打得倒了下去 很快 王小飞看到的就是 已被打得完全焦黑了的叶未熙 再看这叶未熙时 一改刚才那巨大身躯的情况 已是化成了一条长鱼 收起了福宝 王小飞走过去看去时 只见这叶未熙的身前 有着一个珠子滚了出来 捡起来一看时 果然就是一颗碧毒珠 再看它的身旁 一个长骨出现在了那里 王小飞知道 妖族的储物 都是用它们的骨头炼制储物器 捡起一看时 果然就是一个储物器 里面有着不少的海珠 甚至还有着一些 海里面的灵草和材料 不过这些王小飞都不是太在意 而是拿起了一个预检 看了起来 看了一阵之后 王小飞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她感觉到 这次是杀了一个大人物了 叶未熙并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这片区域中的 某一个势力的核心层人物 现在杀了她 没准那海妖族 会向着自己展开攻击 迟疑了一下 想到福宝在守时 王小飞倒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也不去管着叶未熙 转身向着下面的船舱里面走去 现在王小飞要尽快地把这宝船收取 从叶未熙的那预检里面可以知道 这艘幽灵船一直都在这片海域出没 叶未熙为了收取这艘幽灵船 在这里已是耗用了很长的时间 如果再无法收取 这幽灵船就会进入到其他的海域 各片的海域都有着协议 对于到达自己这片海域的宝物有收取权 但是过了这片海域之后就只能退出 幽灵船并不是一般的阵法设置 其实也是在整个的大海里面 行进了无尽的年月 大家也一直没能够破开阵法 知道了这些情况 更是知道了自己招惹了一个势力很大的海妖族时 王小飞快速地走到了阵眼那里 从叶未熙的预检里面 也是知道了这艘幽灵船的情况 这是一艘在大海里面存在了无数年月的宝船 太多的海族强者都试着收取过 结果却是让人无奈 竟然一直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 叶未熙不过是这方势力中的一个三号人物 一二号都知道他们无法收取 这才把这次的机会让给了他 好在现在叶未熙的死 应该还无法让对方的人知道 王小飞必须趁着这时间把这个宝船收走 对于别人来说 宝船上的阵法很是强大 但是对于王小飞这个阵法大师级的人物来说 这个阵法其实并不是太过于困难 找到了阵眼这里 王小飞推演了一下之后 就知道这完全就是一个九天迷魂阵 并没有太强大的攻击力量 不过它有一个威力巨大的地方 就是能够把人困住 然后在阵法的引导下 把人又移出阵法之外 并不是一个杀人的阵法 看到这个情况 王小飞心中更是明白 布置阵法的人并不是邪恶之人 是一个有着善念的高人 想想自己收的毒帘时 王小飞猜测 这毒帘应该不是对方弄出来的 而是海族的人为了保护这里 不受外人的进入而布置的 去 五枚玉符被王小飞打了出去 就是把那个阵眼困住 随着这五行符的打出 阵眼已是被阵法困住 整个九天迷魂阵 在失去了一处阵眼之后 另外的八处阵眼 已是显现了出来 一看这情况 王小飞又是一枚枚的玉符打入 直接就把另外的八个阵眼 同样的困住 到了这时 就见本来前方看似 没有通道的地方已是被打开了 阵法破了 王小飞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破阵的事情 对于懂阵的人真的并不困难 只要找准了方法 瞬间就能够破开阵法 阵法破去 王小飞把那九天迷魂阵的 阵盘之类的东西收走之后 这里就是一个进入房间的通道了 王小飞向着里面走入时 一眼看到的就是 里面是一个简陋的小房间的情况 一个看似玉石的巨大石椅在那里摆放着 在石椅的前方同样也是一个由玉石做成的很大的书桌 椅子和桌子都是玉石制成 很大 虽然年代久远 上面却是一尘不染 再看那桌子上是摆放了几件东西 一个玉剪 一把长刀 一个黑牌 王小飞认真地看了一下 直到认定了这里并没有其他的阵法和设置之后 才走了进去 向着那白玉般的椅子 看去时 王小飞看到这上面 竟然正在散发着一股股的灵气 灵椅 王小飞这时再次吃惊了 修真界里面有一些家具并不一般 都是用特殊的手段炼制而成 其实就是一些距林镇做成的家具 在这样的椅子上面坐着 灵气能够把人整个的包围 得到的灵气会很多 没想到 这种在修真界都难得的灵椅 竟然被自己碰上了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 王小飞过去 坐在了椅子上